Lamo這個名詞在動漫節開始興起 不少參展商都會請來這班年紀輕 又被質疑不專業的毛特兒協助宣傳 Lamo幾乎成為了故意埋弄性感 坦空露備 教壞小孩 意識不良的代名詞 Jacky和Elaine都是二十出頭的年輕毛特兒 主要是接平面廣告的工作 他們又怎樣看這班毛特兒呢 如果我有這樣的身材的話 都不介意給別人看 其實都不是一個缺點 他們都是售賣自己的售賣點 我們就不會 不過我覺得他們的存在不可以全怪 其實有他們的存在是因為有市場 他們說要在行外發展 亦都要注意其他東西 我想我們會售賣一個 我們比別人有內涵多些 毛特兒公司就說 這類毛特兒一直都存在 可能都是指一些 做開平面廣告或者拍TVC 不是一些做Fashion Show的模特兒 他身形可能沒那麼高 但樣子就比較標誌 但其實這些模特兒一直都會有 有文化研究人又說 年毛其實不是沒得意 他只要有知識 甚至乎他肯步路多些少 那就會有工作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令到有很多產品 為了要有曝光的機會 就會請了一班年輕的小朋友 做他們的推銷員 查詐他們不是沒得意 文化研究人又解釋 年毛文化 可能是因為他們覺得賺錢很容易 想借這個機會 證明自己已經大過 夠獨立 Now 歡頻電視記者 陳康文報導 在財經方面 美國失業數據好過市場的預期 上星期新申令失業救濟人數減少